我要产生一整年的年历,首先当然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第一个的话,当然我会需要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月第一天的话,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会需要用到一个叫e-day函数 前面有一个e-day函数,那这个e-day函数呢,特别注意,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以色列2003的版本,那可能e-day函数必须要自己手动先增加一个争议集 那个争议集的名称叫分析工具箱,它才会有e-day函数 可是如果2007以后的版本,那就没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插入函数,用那个日期时间里面e-day e-day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就是帮你根据哪一个日期,增加month几个月 如果你1月跟2月,1月1号跟2月1号也刚好相差一个月 所以我们用e-day函数刚刚好,它可以帮我产生2月1号,3月1号,4月1号,一直到12月1号 那我这边相差一个月就可以按确定 好,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我把前一个日期相差一个月,2月1号过来 如果我要把后面每一个月的第一天都带出来的话,其实只要向右填满 那向右填满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我的蓝号会增加,但裂号不会动 所以基本上向右填满的话,它会变成b2,一样抓到这个,那一样还是相差一个月 然后再来c2,还是相差一个月,所以基本上都跟前一个初生格相比较差一个月,所以向右填满 填满完之后的话呢,蓝宽不足,所以你可以选取这个c到l蓝 常用里面格式,自动调整篮框 好,那这样的话,我1到12月的资料呢,全部都做出来了 做完之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产生以下的这个每个月的,就是下面的这个日期 那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等于什么呢? 等于上面这一天A2,把它加1就可以了 加1就可以了,加1就可以,加1天嘛 那实际上,日期,在eSale里面呢,它实际上储存的也是一个数字 所以呢,你其实可以把它单个数字来看,那把它打勾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1月1号加1天之后放到这边来 当然你可以按右键,储存的格式里面看一下 其实你把它改为通用的话,你会发现,按确定 在eSale里面呢,一个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前面有讲过就是跟1900年的1月1号相差几天 那也就是说,它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数字 所以呢,如果你加1的话,它自动会加1格式化,那刚好就是1月2号 那一样的方式,你把它向下,上下到32列吧 那刚好就是1月31,上右的话呢,不过会有出问题的地方 应该是在2月3月的这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2月28之后,它会产生3月1号到3月2号,3月3号 这三个储存格其实是不要的 那怎么办?这地方当然我们如果说要 希望向右一次性全部都把它完成的话 那这边注意,这个地方当然呢 不是要你自动手动把它删除,因为如果你删除的话 那后面有很多是自己要删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我可以向下,向右一次完成的话 你可以先把A2加1,一起把它剪下来 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什么呢? 上下两个月份到底相不相同? 因为2月嘛,3月,如果两个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我就不要产生里面的资料 那不要产生里面的资料,我就塞一个空字串给它 那就把它清空了 所以这个逻辑怎么下呢? 用逻辑里面的一幅 那逻辑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用那个曼时的函数 那这个曼时的函数呢,其实就是去抓某个日期的什么呢? 月份 上面一个A2 就是A2的那个储存格里面的月份 帮我抓回来,1月嘛 然后呢,如果不等于 不等于就是小于大于 曼时,刮胡 然后呢,跟什么比呢?跟A2加1之后 就是把A2那个日期加一天之后 你比照一下 如果两个月份不一样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这个是不等于 OK,不等于 那我就给一个空的东西 反之的话呢,那我就什么? 一样A2加1 就是跟刚刚一样 正常状态是直接输出 那按确定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是上下同一个月份的话 理论上是不会有任何影响 可是呢,如果我说向右 你会发现呢 像刚刚那个3月1号 跟2月28 因为他们两个月份不相同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清空了 不过,底下有value错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用mins 那你上面给他空的 mins如果空的话 他会质疑你 你为什么给我一个空的 让我判断月份 里面的资料好像不太正确 所以他这边会显示value错误 那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说你遇到那个value 有那个景字号开图 一定是怎么样 如果你未来不想让它显示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把什么? 公式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用那个什么呢? ifair 去帮我过滤一下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就帮我改成没有东西 两个双引号按确定 向下填满 再来什么? 向右填满 那你会发现很快的 这边要不ok 2月以后的东西不见咯 所以在往右 一直到12月放开 这样的话很快的 一整年的年历 马上出现了 那未来当然如果说你变更呢 第一天的日期 比如2019 好了 其实你会发现它因为一层一层的互相 都是串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换一个108年 就是2019年的话 它也会马上帮你去变更 其实为什么? 因为2月1号到12月1号 都是跟它去串連 那底下的日期呢 也是跟它 所以上面这个日期如果变更的话 那下面的日期呢 也会全部变 第一个 所以我们是利用什么? 2月1号的部分用E-day函数 因为E-day函数是相差一个月 那底下的A3储存格呢 就是先用那个什么A2加1 那因为曼时3月1号会出现 所以用曼时判断两个月份一步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就输出空的 最后呢 如果说底下因为有空的 而产生那个value错误 再利用if-day去把它过滤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部分的年历 那当然最后呢 如果我希望礼拜六 礼拜天用不同的颜色的话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那选范围我建议是用Ctrl Shift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这个Ctrl Shift向右向下的优点就是 反正你整个范围啦 你不管啦 因为之前有同学用那个键 用拉的 拉来拉去 那有时候会拉过头 有时候拉回去 我是建议你可以慢慢习惯 用那个游标先放在那个什么 一二的储存格 因为我希望把整个范围选起来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选完之后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个礼拜六给我一个颜色 礼拜天给我一个颜色 那我怎么样去变更会比较快 当然如果说你不用那个比较快的方法的话 你慢慢去格式化 你会慢慢 礼拜六就五十二周 礼拜天又五十二周 那你要格式化五十二次 这当然不合理 所以呢 比较快的方法 如果你不写程式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这边 那里面的话呢 请记得 找到那个新增规则 那新增规则里面呢 如果礼拜六礼拜天不一样的话 再特别注意哦 那我怎么知道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是不是礼拜六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是不是礼拜天 这里哈 但你用前面几个都不对 根据储存格 根据其什么值 只包含其他那个什么 格式化包含下列的储存格 因为这里只有什么 大于等于啊等等 这也不对啊 礼拜六这好像没什么特殊规则 那请记得呢 你把它点到最下面一个 使用公式来决定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那这个公式指的就是说呢 在Excel里面呢 有没有一些内建的函数 可以帮我们去辨识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 那其实前面有一个函数 就week day 这个函数week day 如果因为在入门班有讲过这个week day 所以这个week day到底很简单 就是如果他回来的值假如说是1的话 就是礼拜天 回来的值如果是7的话 那就是礼拜六 也就是说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天 为什么礼拜天 一般的我们的观念可能一个礼拜第一天是礼拜一 不特别是因为设计的话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天 那因为我们要用人家的软体 所以你观念稍微改一下 所以你观念稍微改一下 那大概就这样 会比较好气 那再来就是说你公司要怎么行 这个地方等于你打个week day 那week day里面的话刮壶 你给他一个日期 特别至于为什么要全选 因为这个全选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从左上角那个储存格 一直帮我判断判断判断到最后一个 他有点在里面帮你重复 帮你把这个整个范围处理 所以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的左上角那个储存格在哪里就可以了 你不用告诉他范围 我左上角这个 你请你帮我从哪一个开始 A2开始 帮我做什么呢 判断一下 如果等于1的话 那底下的格式 这个把它先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 礼拜六可能要另外处理 我把它复制 格式 那就 礼拜天的话字是红色好了 那填满的话是底色 填满一个黄色 按确定 那就这个 按确定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马上礼拜天 只要是礼拜天 全部都格式化了 再来的话 设定一个格式化条件 竞争第二个规则 一样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我把刚刚的公式 因为有复制我贴上 把它改成7 格式的话 字型 干脆我把它设为 深绿色好了 OK 填满的话 填上浅绿色好了 给它一个一样的 按确定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礼拜六 礼拜天的格式 但是呢 一下子全部 都帮我格式化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一年的 这个 格式 一整年的年历 也很快就可以产生 那未来你可以做什么应用呢 就是你只要怎么样 在第一天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2017 2017 一整年的年历 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你要4月 那今天我们4月的 4月27 那你可以看到 27 礼拜四 那没错 不过 大部分的同学做完这个之后 好像比较常问的一个问题说 老师有没有可能 这个底下帮我再插入一个空白列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在底下 可以加一些形式力 如果可以插入一个空白列的话 那这样子 我就可以 比较方便再填一些资料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 刚好插入空白列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方法 当然最快还是写程式 不会因为我们 这个是进阶班 不是高阶班 所以有时候想要写程式 当然就要先打住一下 所以呢 如果不写程式的话 有没有方法 可以快速的 在每一列的下方 再增加一个空白列 各位可以想想看 因为我以前 我都用写程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后来 同学就问老师 写程式好像还是有点困难 有没有可以不写程式也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后来我就去有一天去成品翻书 翻到有一个日本的作者 写了一个好像还蛮好的方法 是不用写程式 但是可以自动帮你产生空白列 而且那个空白列 如果你有规定说 它的高度可能50个像素 高度还可以调一下 那这地方要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着完成这个部分 然后待会我们补充 那个部分再来看一下 那在我们讲义里面有提到 这个公式 可以从讲义里面可以看 设定格式化条件这边也有 OK 试一下 待会也许 补充一下 就是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空白列的话 Lun d'这边